那時候就是拿著那個 智慎的頭 在賣她的洗髮精 然後就看著球賽 然後我也看不懂 就只是覺得 哇好多妹子好好看喔這樣 然後那時候就是 向中了那個 同一的智慧 我以為妳向中了我 哈哈哈哈 我們當初進來的時候 覺得哪一個 學界長得很兇 很難講 妮妮跟草莓 因為就是也比較少講 那還有欸 學妹裡面有沒有 沒有 學妹裡面沒有 怎麼可能 伊曼瓶剛進來的時候 看起來有夠男校 我只有覺得 她進來的時候很像學姐 在那邊嘻嘻哈哈蹦蹦跳跳 然後在那邊 你不要騙嗎 哈哈哈哈 據說那時 整個休息室空氣凝結 只剩下妳一個 還在嘻嘻哈 哈囉大家好 我們是 姑娘放肆 我是Yuki 我是少少 今天新的一集 來當自己家吧 今天邀請到的是我們一個 大家也蠻熟悉的人物 想到她今天想到 三歲 歡迎我們的 三歲咪雅 前幾集訪問的時候 好像就有人在底下給留言說要敲碗敲她欸 幾乎都是敲她欸 我就問Why 為什麼啊 對啊 就是問三歲的小朋友 如果啦 我們要怎麼好問啊 我們真的沒什麼好問的 因為我們兩個直接不寫告 沒有在重視我 先讓妳跟觀眾打一下招呼 妳應該已經很久沒有打招呼了 好久了 對不對 那就沒有面對鏡頭啦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三歲咪雅 好緊張喔 妳講出這句話妳有覺得很生疏嗎 還是還好 有一點生疏 妳還是在講啊 我是前 Yuki 我 對 應該妳不覺得這樣講比較傷心嗎 有啦 但是我在學校的小孩的時候問我說 阿咪老師妳幾歲 然後我就會很自然回答 就三歲啊 然後妳就會大笑 嗨 我比妳還要大耶 這樣 他們算蠻捧場的欸 好啦 我們還是前面要先問一些就是 法拉的問題 欸 我知道 對 欸 當初怎麼會這樣子啊 對 來自己講一下 那時候因為剛分手 沒 妳看到嗎 對 所以是因為妳剛分手 沒有 加入大家隊是我一直以來的夢想 欸這句是真的 然後為什麼會想加入是因為看到了RyoYuki 然後 還是我的偶像 為什麼 就是我之前一直在接PG什麼的 然後有一年就是在 平行賽的時候在新裝 可是我有點忘記是哪一年 妳應該還是就是那個 那是她胖胖的嗎 沒上瀏海的 她說胖胖的 阿那就是胖胖時期 對不對 但是總之我那時候就是拿著那個 至聖的頭 在賣她的洗髮精 然後就看著球賽 然後我也看不懂 就只是覺得 哇好多妹子好好看喔 這樣 然後那時候就是向中了那個 同一的制服 我以為妳向中了我 對 沒有是大學的時候就向中了 對 因為她是我學妹 我們差幾個 三 要講年次嗎 喔我是沒得怕 我不知道妳怕不怕 我85啊 沒有什麼好看 85 81 所以我們差四年 有啦有啊有遇到啦 有遇到啦 沒有 因為我還延避半年 而且有一次我面試的時候還 啊這可以講嗎 什麼 有一次參加面試的時候 不是妳以為不能講 小聲就有用是不是啊 妳請問妳之前是有麥克風的喔 哈哈哈哈 就之前有一次面試一個就是 跟大家對有關的平面 活動這樣子 然後我就跟瑪妹記得制服 我就說可以借我穿算看喔 真的很想要穿算看 同一的制服 這樣 然後我有跟她說 但我不會露出妳的名字喔 絕對不會 哇 妳向中我們球衣那套 妳好特地喔 超喜歡 然後我在家拍照拍很 很久 然後再穿去面試 真的很喜歡 然後面試沒有殺 哈哈 所以後來妳就決定來徵選 但是穿完之後就覺得太喜歡了 但是因為好像之前都是公開徵選 我好害怕 然後我就一直等到2019那時候 反正就是剛畢業沒事 然後又剛好分手 就覺得 我要完成這個夢想這樣 然後那時候就是老闆跟我吃飯 老闆跟你吃飯 就是吃飯嗎 聊天 你們面試過程是吃飯 怎麼跟我閃米布一樣 對啊 怎麼我閃米布也這樣 要死要活 你們面試是吃飯 對啊 然後那個吃完飯之後就是 準備要過年嘛 然後那時候老闆就跟我說 那個球場看了妳的照片之後 還是要就是 內部決定 然後但是妳有點胖 所以就是 我也不確定妳要 哇 這句話好像有老闆會講出來晃 欸 我每一個進來訪問啊 整個都在報老闆的料 那個年我就是都沒有什麼吃飯 那個年過了很不好 那都是因為老闆啦 那個年我都沒什麼敢吃 而且我那時候跟老闆去吃飯的時候 我還特地穿著強裙 然後 想要修飾掉自己的缺點 對 對 就想說 他那邊飄飄的應該可以修飾一下大腿 欸結果沒有還是被發現了 旁白就會跳舞 我 嗯 高中是熱舞社 但我高中 喔大學 欸妳是我熱舞社學妹啊 欸 欸 沒有見過啦 那妳在拉隊到去年為止 將是幾年 不可能我忘記了 5年 5年 相信大家也都很想知道 就是為什麼妳會突然決定要 離開熱舞台 唉唷 我很難過耶 喔妳不要現在哭喔 現在妳會減少 欸我先跟你說 我被身體收起來了喔 我被我哭喔 沒有沒有 那我可以說就是 反正就是因為家裡的事情 不得已啦 啊就是就是暫時先離開啦 還是會關注球賽這樣 他進來這5年就是他其實 妳除了一邊在 週末在球賽 然後妳平日都還有自己的正職嘛 對 就是其實我知道他應該 看得出來他其實很辛苦 因為他平常正職 就是每天遭就玩物這樣 然後假日又要來球賽 沒有我覺得他 看得出來他非常的熱愛 我覺得他厲害的是他工作完 就是還特地來練 喔對啊 感覺得出來他很珍惜那種舞台 就是很熱愛這個 不放棄拍照的 然後 欸不是 Mia下來了 Mia下來了 欸不是 剛剛配的是感動的音樂耶 就是我在拉隊已經很久了 所以其實每一年經歷大家來來去去 我本來覺得我已經有一點習慣這件事情 因為就是可能 大家有些人可能來跳一年 然後或者是跳幾年 可能大家覺得要離開什麼事情 但是呢 今年就是那個開季記者會的時候 不是叫我們上去獻花嗎 我本人是完全沒有想到我會落淚這一趴 因為我覺得就是獻個花嘛 然後我也覺得就是 我可能已經很習慣這種場合 這場面 欸我一上去獻了花 直接 大潰體 大潰體 而且我轉頭看到上面三個學妹也潰體 還有我們老闆也哭得 哭到不行 欸沒有 原本我也是 我也是眼眶泛淚喔 最後是眼淚收起來了 在瞬間你知道嗎 我一轉頭看到蘿拉的時候 她就這樣 我說你嚇屁 他完全無無感 然後她那邊在啊 你太哭 怎麼了 這個有一個小小的差距 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天上去獻花的時候 你是站第一個 中間是珊珊 再來之後也是蘿拉 然後我獻花給珊珊的時候 她就哭到一個不行 然後我就轉頭看蘿拉也在哭 然後我就說你哭屁啊 然後蘿拉就說很難過 然後我就說那你要回來嗎 然後就說不要 不要 哈囉 走 你一直說家裡的事 該不會是你的人生大事吧 她剛吃太飽了 肚子有點腫 沒有 因為她自從就是離隊以後 然後整個直接給我打 放傘 現在放傘 那給我婚紗都拍了耶 怎麼樣 什麼時候有好消息 告訴我們呢 本來就是 韓倫會想放 放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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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她跟你一樣吃素嗎 對啊 哦 對 那因為 米亞是吃素 所以她的擇偶條件 第一個 第二個 第三個 不婚主義者 對 哈哈哈 也是啦 是不是 不婚主義者 對 不難偷吃肉 那如果有一天你男朋友偷吃肉 被發現 會這樣 好吃嗎 那你 好吃 好 好恐怖哦 你直接去素食餐廳找不就好了 哈哈哈哈 我一個人 我一桌一桌問嗎 對啊 你吃麵給她看 你懂西面的 然後 哈哈哈哈 哦 哦 不行不行 我要維持這個節目的流暢度 打算要結婚 或者是 對啊 有跨進去 真的嗎 有想要 對啊 踏入棺材嗎 我自己本人是想要結婚 但是就是對象 不想嗎 不是我是說 就是對象會不會是 這一個就是 蛤 蛤 妳在接收到這樣子嗎 不是 她知道你現在的想法 她知道你現在的想法是這個樣子嗎 不是我意思就是就是不要給大家說實說 我就是一定會跟這個結婚 但是我說就是現在跟現在的男朋友相處的很好 那不介了 我們直接剪前面這一段 應該是一定要生小孩的吧 我想生小孩 他超級愛小孩耶 我真的是從來沒有看過一個人對小孩可以這麼有耐心 但我比較擔心是 就是我會想生小孩 但是我如果在學校已經 就是把我耐心用光 用在別人的小孩身上 然後回到家看到自己小孩 就覺得去找別人好不好 先等一下這樣 我不知道 我覺得妳不會 我覺得妳是個耐心 跟那個用不完的人 但我的耐心可能只會用在工作上 我也覺得 因為我覺得如果今天是她自己的小孩 我覺得她不會把她當作小朋友 我覺得她會把她當作 那個大人的語氣 跟她小朋友講話 那妳想生什麼 想生兩個 然後她先生男生 再生女生 為什麼 我喜歡耳朵 蛤 蛤 我喜歡耳朵 那為什麼要硬要第二個女兒 因為我男生想要女生 然後就勉強的 啊 啊 又說錯了 哎呀 那妳們當初進來的時候 覺得哪一個 學界長得很兇 男生 你跟草莓 因為就是也比較少講 那還有欸 學妹裡面有沒有 沒有 學妹裡面沒有 怎麼可能 伊曼萍剛進來的時候 看起來有夠男生 我只有覺得她進來的時候很像學姐 她氣場很穩 因為她五官很立體啊 大家這裡裡面 有跟誰有過什麼小心結嗎 其實蜜亞好像真的還好 因為她剛開始進來的時候 她講話就是這個樣子 我是三歲蜜亞 我現在有盡量壓低 聲音 有嗎 好辛苦你了 沒有了 然後她連在台上做任何事情 她都是這個聲音 然後剛開始進來的時候 那一年其實我有點覺得 我跟這個人有點沒辦法相處 然後我還說你是我的偶像 我真的超喜歡你的耶 對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然後我那時候就覺得 我很這樣 我覺得我跟這個人沒有辦法相處 我覺得她實在是太吵了 我那時候其實是有點覺得她 覺得有點做作 認識久了就知道她的個性 不是 因為後來小美也進來 所以 就我們現在也習慣了 就我要下水啊 那我可以爆料 因為我覺得我對那個氛圍感 是比較遲鈍 我就是在休息是要拿餅乾 我就問問問問 問了一本說 學姐那妳要吃餅乾嗎 我現在是嫌我不夠胖嗎 很羞 然後我就 那沒關係喔 我就 但我聽到的不是這個耶 好笑喔 我聽到的是 在那邊嘻嘻哈哈蹦蹦跳跳 然後在那邊 你要吃大便嗎 據說那時 整個休息室空氣凝結 只剩下妳一個人還是嘻嘻哈哈 你有印象嗎 我沒有印象 記得我有拿餅乾 這應該是另外一件事 或者是妳 還是是同一件嗎 同一件 應該是妳是說 因為妳要吃大便 她回應妳說 妳覺得我還不夠棒嗎 她會察覺氛圍 可是還是會在那個很尷尬的氛圍之中 蹦出一句 然後大家更尷尬的話的人 我跟斐琪的世界可以連在那裡 對 那妳覺得老闆 就是 印象中的老闆如何 還是怎麼樣子的呢 我覺得我剛進來的時候 老闆蠻兇生 因為大部分時候 都是老闆會下來帶我們 喔對 對 他現在 他現在都不見了 而且現在還要問老闆 妳明天會來嗎 他說 可能會吧 這種話一出來 他就不會 就不會 從那個 記者會之後 身體不安排 一桌錢這樣 為什麼 是不是 沒有沒有沒有 是不是還沒有三個月不能講 對 所以就是 這一段可以先表國 這樣 好喔 我現在就要把它當成真的囉 我現在很混亂啦 沒有啦 我覺得還好累喔 好累 真的感受到累了 真的好累 我真的覺得幼保的 真的很厲害 因為我以前也是幼保 我有去實習過 我也是想 吐的時候 我跟他一起吐 好 好噁心的故事 我有撿過大便欸 因為那個大便 因為那個大便 大便幹的 妳有一點時間 妳可以說說 好 我會哭欸 可以哭啊 已經在最後了 半夜的時候就是會突然爆哭 然後就是 就是會覺得說 現在在台上跳的不是我這樣 對啊 可是為什麼我也有一天想哭 沒事妳繼續講啊 講完了啦 是 我覺得有一天我也會 這個心情 而且這種事情是沒有辦法先做 心理準備 因為我覺得我還沒有跳到 我倒下去就是真的不能跳的時候 然後我就要先離開 就是妳還有離開 對 然後我就覺得我還沒有 跳好跳滿 我就要先 就是先下來了這樣 對 謝謝 但是就是我也曾經很認真想過就是 如果我有想要再回去的話 我還可以跳多久 只能就是真的 心裡大家同在啦 然後有空就是會回去看看一球 看看大家這樣 就是那種感覺很像 實練 可是這是妳提的耶 妳提的分手 對 我提的分手 我很難過 但是她 煩耶 妳提的分手 我也那時候也去了 我們今天還沒有講到 大家有看我們今天手上放的抱枕 只要有不在的人 我們就會把它放在這 不在的人是 不在現場的 對 不在現場 我們就會讓她心與我們同在 這是我們姑娘放式 第一次做的產品是吧 商品 但是呢 目前世界上就是唯一這四顆 對 因為要不要賣呢 取決於你們 取決於各位 所以大家如果真的有想要 收藏這顆抱枕的話 要敲嗎 沒錯要敲完 那底下留言給我們好不好 對 她今天訪的就差不多了 該說的也都問到 Mia最近的近況是如何 反正她現在就是還沒有懷孕 就這樣 你們不要再下差了 對啊 沒有其實這下差一直都只有我們 原來是你們在造謠 哪是 好啦我們今天非常謝謝Mia 來到我們的節目 雖然她離開啦 對但是大家還是可以去IG 多多關注她 耶 謝謝 最後我們是 姑娘放式 大家記得分享 訂閱 開啟你的小鈴鐺 開啟小鈴鐺 掰掰 掰掰 欸妳是台北人對不對 對啊 那她是我們之前UNIGROSS 因為算台語講得很好 好特別 那我們開始 妳是高雄人 對啊 因為我之前跟我阿嬤學台語的時候 我回家都被打 為什麼 因為我阿嬤要講髒話啊 我回家就講髒話啊 但妳很適合講台語欸 我也覺得啊 因為妳也很兇 叫我好多屁 對啊 啊